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觉得每个小孩子希望学会武术 因为这些动作很潇洒 就是很酷 所以我很高兴来中国 我是安恒 我来自俄罗斯 我是19年来中国的 因为我是学生 所以我经常学习 在这个时间内间住过很多地方 比如敏玛圆 城墙 华山 还有很多博物馆 我有几个爱好 就是喜欢跳舞和剪身 我一周必须两次去学习跳舞 如果有时间去剪身 我平时去我学校的剪身房 跟朋友们一块或者一个人剪身 如果有时间我也喜欢跑步 打球 虽然我是个外国人 其实我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 而且像是一个很代表文化的权势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权势 而且我这个人对传统的文化比较感兴趣 最近看过一本书 《孙子冰法》 因为我学习的专业是商务韩语专业 所以我相信这本书的内容 在商务方面也可以使用我的日常生活呢 那时候我特别想了解国外的文化 其实我作为一个外国人觉得 中国文化很深厚 而且对我来说跟西方的文化完全不同 我的朋友给我推荐去中国学习 我小时候看过一些李小龙的电影 因为这些动作很小色 就是很酷 所以我一直想求中国尝试一下武术 自己学习 像您这个年龄段的话 我们就是一般给您介绍的就是 长拳 红拳和太极都可以 就看您喜欢是哪一种 您看一下我们这边有 就是每一种拳术的简介 太极三大 还有这个红拳 长拳 红拳是在陕西地方拳 咱连弧呢就说 做红拳是做的最好的 是有代表性的 然后长拳是中国武术拳种之一 它这种是姿态比较舒展 动作灵活 快速运动 积极性是非常强的 您看一下 这是我们武术能用上的大刀 棍枪 枪 这都是传统的 这些我们孩子就可以念这一句 最轻的这一种 您到处也可以体验一下 很轻 可以 好 喝点穴 好 很有意思 今天算是我第一次体验过武术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 标准地做这些 无数的动作 因为如果你是个新手 你肯定会做得不标准 这是一个问题 那怎么解决呢 我觉得一定要跟着老师 做所有的动作 而且需要时间 就可以了 进行跟老师练的功夫 我觉得正常我的精神提升 无数就可以提升个人的素质 而且改善身体 我一定要给朋友们推荐一下 而且我觉得如果跟朋友们 一切就是一块去练就更好玩 其实在我的国家对功夫 所有人知道什么是功夫 因为每个人看电影动画片 但是都从来没有体验过 也没有练过 所以我觉得问题是 怎么让大家学习功夫 我觉得要多拍 跟中国的武术有关的电影和动画片 而且也可以拍一些食品 就是学习武术和功夫的食品 发在食品的平台上 在这个世界上让所有人学习 让所有人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让大家看电影和动画片 在这个世界上让大家看电影和动画片 在这个世界上让大家看电影和动画片